請坐 請坐 因為憲主席是這期最后的一隻口 所以我對國的情報要改變 眾將官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 我所知道 不要在這裡受訓 不管他是台東的民 或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或是中國國民黨 都說他們那些人都想要做官 要做官 每一個人要交30萬給林志生 各位你們有交30萬給林志生嗎 沒有 我告訴你 我聽到這件事很好笑 所以我告訴各位 各位說 看著這件在外面浮縮不到 各位會記得 不用給他回應 不用插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給他回應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你今天會來台灣政府的演習班在受訓 我們是政府 我再說一次 我們是政府 我們不是政黨 也不是社會團體 當然你不用交錢 哪有可能給你收什麼錢 我們來交錢 是我們在這裡受訓 我們是做農場的地方 在這裡吃飯 在這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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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交錢給人 因為農場準備所有的設備 這是合情合理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外面民宿去去看看 看你睡一晚要多少 當然啦 雖然這個設備 不一定會讓你滿意 但是最少 還可以啦 要洗手水有洗手水 要吃飯菜也不錯 也不是 所以 各位一定要很清楚 我們是政府 政府的人 有政府的人的尊嚴 跟他的軌跡 這是今天修生 要上海以前 要含國的工作 清楚的地方 當然啦 外面有很多 現在越來越少了 我們聽說 尤其變成台灣政府 他們現在不太敢了 如果敢的人 都不敢用他真正的名字 都用他的片名 比名 讓你後面查不到 你如果說幾句話就好了 好大 最終被打出來 又像你的本名 寫在上面 看 那就看過了 貨幣都變 你如果說話要負責人 後面的台灣政府 絕對是一個全新 全新的政府 是一個要讓全世界的人 貧生的一個新的政府 要讓所有老百姓 所有人民 生活可以 富裕 很快樂 的地方 台灣實在是一個寶島 台灣四百年來 不要欠過糧食 從來沒有 不管你對一個世代 我們台灣真好 所謂農田 一年可以撒貴 南部 日本一年只有一個月而已 人家農民生活很好 台灣人撒貴 貪不吃 是很可能的 所以像這種情形 我們要把它徹底 確定把它改過來 當然 我們這情形的時候 一開始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措施 你不用譬如說會亂 亂的 我們有形法 變形 還有大亂的 我們有一個西形和方台 沒有你客氣的 所以 我們對台灣要有信心 好嗎 好 今天 最後一個結果 我要向各位強調 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的國際地位 說起來就是在 2010年的九月設備 九月設備那一天 美國 美國 國家安全會議的代表 美國的國務院 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中央政部局 CIA 他們這些單位聯合 有來參加我們的集會 集會參加的時候 送我們兩項度 我最后再說過 就是在倒邊 我們大家看到的 那兩項度 那兩項度 就是正式說 我們台灣政府 我已經不是說 台灣民政府了 我現在 嘴巴一樣 台灣政府 我們台灣政府 向國際 宣佈的 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日俗美戰 台灣人 六十七年的 中國國民黨的教育 沒有人知道 台灣要是 熟日本 天皇所管轄 但是 雖然是 熟日本 天皇管轄 不是說 叫我們變成日本人 我要再一次 强調 故意 解釋清楚 土地是熟 日本天皇 沒錯 租款 這個土地的租款 是熟日本天皇 沒錯 但是 我們變不是日本人 更何況 今天 日本大帝國 那時候 土地 和現在日本的土地 因為麥克阿瑟 跟日本的憲法 修改 已經變成一個 新的日本 所以我常常在說 現在是叫做 新日本政府 新日本政府 和原來的大日本帝國 是不一樣的 你不懂 就是說 新日本政府 定義以前的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要再有得 各位 要再有得 天皇如果有得 大日本帝國 在法理上 就是要再有得 特別是台灣 琉球 這兩個地方 因為有時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所以 叫萬國共法 已經變成日本 天皇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說到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要說一個禮 給各位了解 這是因緣於 主連法 什麼叫主連法 我經常說 用人體 人的生活 五種六父 來做說明 我相信 你不要聽說 有的人去換身 換肝 當換身換肝的時候 會排斥 就要吃油 把牌子去掉 去掉 裏面 這個肝 這個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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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聖不可分割 這個器官 他要變得以前 像像殖民地一樣 剛才開始這個土地 在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七 馬管條 簽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 是沒有不對 是台青帝國的 風地的 市民地 其實 如果叫建前我來講 也不是叫做殖民地 叫做拓殖地 因為這個拓殖地 就是台灣這個土地 原來的西海泛一片 那倒好出來 西海岸的部分 六個屯墾區 台青帝國的風地 只管得到 杜民的這個土地 架民是高山祖的土地 所以 日本天皇接受到這個土地以後 因為高山祖不是在清朝風地的管轄下 所以這些高山祖對這個日本天皇 日本帝國 給它反對 各位 所以 讓日本人 它有開國際的會議 決定說 它要先給它征服 征服一後 才會有主權的權力的實現 像像阿拉伯本來的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 你知道沙烏地是什麼意思嗎 那是一個部落 酋長的人名 就是沙烏地 他這個人 他是沙烏地阿拉伯裡面的一個部落 他小年的時候 他集合他這個部落的人 將所有沙烏地的所在這些部落 都給他征服 建政法裡面 不說建議建書 把這個征服勘迴 政府一後 變成所有土地都他控制的時候 這個土地在這個主人法裡面 在萬國共犯裡面 已經是變成征服者 他的天下 他如果向全世界宣布 就宣布的時候 這個土地就變成那個人 他人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清條的風地 將台灣配合掘給日本風地 我要再強調 我沒有說日本 是日本的風地 因為馬關條你看 來馬關條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馬關條約裡面 是大清的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皇帝 簽的馬關條約 中共的第二條就是將台灣 台灣的周邊群條跟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你如果大家設在裡面說 馬關條約 中國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 零分 這是零分 什麼零分 不是割讓給日本 去割讓給日本天皇 那是怎麼說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不一樣 你讓我看 就這個和平條約 在簽的時候 那個投降書 在1945年9月2號簽的投降書 來投降書給大家看 我自己給你們 給你們的印象再回覆 這個投降書什麼 代表日本天皇跟政府是什麼 叫做那種外交官 外交部長 叫做叢光葵 叢光葵 叢光葵 稍微看因為年紀很大 稍微看歪歪歪歪 押一個關 你如果看影片你就看得到 來這個地方你給我看 叢光葵 在前面的地方 還給他揪一點 叢光葵 你看 叢光葵 你看這個投降書原件 投降書裡面這個原件是什麼 叢光葵 代表什麼 天皇跟政府 是很清楚的 這塊土地 是掘給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他沒辦法直接來管 他要怎樣 他將北海道本州四國 九州 他交給他的首相 就是因為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給他去管 同樣對台灣這塊土地 他就認命 他第一任的中國 叫做華山之祭 華山之祭 在1895年的6月2號 辦理高葵 5月8號 這個馬關條的生效 6月2號辦了交割 這塊土地完全非常 完整的一個一個點交 左邊群島就是台灣這塊土地 旁邊三十六個 和台灣黏著火土地 農村掛 日本天皇 現在在政策的 就是 尖閣群島 馬關條的尖閣群島 尖閣群島 就是他們中國人所說的 釣魚台 釣魚台到底誰 因為 日本的政府 大日本本帝國 在1895年的4月1號 在簽馬關條的頭前 一月份 1895年的一月份 他已經給他宣布說 尖閣群島是無人的土地 按照國際法 沒有人的土地 生贅 生贅 但是2月份的時候 大清帝國出來反對 No 不是 因為他說 中國人自古以來 就是這個尖閣群島裡面 在生我 在抓魚 所以他反對 但是在4月17日 馬關條的簽名 他將周邊群島都應用過 但是日本人他認為說 我已經宣布過了 尖閣群島是我的 所以我不用在馬關條那裡 再一次的尖閣 但是因為馬關條那裡 有些周邊群島 所以日本人說 我不用再講 那本來就是我的 所以 我講一個笑的 中國人的報索 經理會寫說 不要爭吵 不要爭吵 尖閣群島就讓他 歸給日本 到一台歸給中國 你聽我的意思嗎 既然同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其實這群島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 醬油 醬油 現在南海也是醬油 醬油的存量 聽你講 照美國公佈一些資料 南海存量是比 在沙烏地阿拉伯 中東的醬油 幾十倍 所以大家在政策 那裡 他那個醬油 地下是連帶一起的 黏到尖閣群島 釣魚台 台灣實在很好運 我們不用它叮噪 我們在台南就有了 那個油 底下的部分 還黏在哪裡 台南 台南有一個叫關田 現在有這口座 油井 那口座 它的供應全台灣的油量 2% 中華美國 美國說你不能跟他搖 你只要占領 你不能夠 暫停不移轉主權 你不能跟他搖 所以 如果要搖 台灣政府來搖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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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全世界現在 太多的都 整個醬油 我們就是說 美國去打伊拉克 是為了石油嗎 我問問 你不要看別人 眼睛開開 你因為說 美國打伊拉克 是為了石油的請舉手 好 不是為了石油請舉手 好 手放下 你們全部都聽一半而已 我已經說過了 美國 最大的石油供應國是什麼 我別說 加拿大 美國 如果要醬油 乾脆派兵去把加拿大 和政府消滅就好了 還是把油框倒來美國就好了 是 加拿大 所以美國打伊拉克 打這個西里亞 不是為了醬油 不是啦 只是 醬油只是一小小的部分 所以 我們現在知道全世界都現在為了油的事情 但是下一個 美國下一個世界 差不多五年內 美國會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產油國家 你要相信嗎 那個 那個 業研 業研的發現 那個提煉 美國已經發明了 以前跟日本人說 日本人說 欠油 欠油 他以前就有了原料 發動建政的嘛 所以 美國現在全力來幫忙日本 是因為 比中國崛起 所以 我們有說過幾十次 為什麼 你想說美國會怕中國嗎 絕對不會怕 我上次跟各位說過幾十次了 雖然標明上好像欠他很多錢 但是那錢他不行了 好像 那當時的副總統他自己說的 欠的債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非常安全 但是人家那個 中國空軍的上校 他比較聰 他說我怎麼想怎麼不對 你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放出來是什麼 大便 他有可能去給他 搖出來 不可能 所以他說不會煩了啦 所以美國有一些經濟學家 因為 孩子問說 我們欠了 中國那麼多錢 那我們要怎麼辦 你知道他的回答他說什麼 很簡單 我們教你 你怎麼欠錢 那你們呢 要教你的孩子 怎麼欠錢 錢錢會行嗎 絕對不會行 所以 中國人說 這中國人說的 美國人欠我們錢 美國人說 你中國人賣的是一片的毒品 有毒的食物啦 所以 現在是中國 他所產生的東西 他的GPT GDP 從14、15 到今天7到8 我鼓勵 我自己個人的估計 在2017年 中國會崩盤 中國會崩盤 你們這裡看有不有 我也說五年來自 美國的美超會改變顏色 現在是綠色的 會改為紅色 我今天說話 你們怎麼記起來 看時間會發生嗎 以前到今天為止 我如果在這裡上課 說話 每一次都有兌現 時間的快跟慢而已 特別說 如果美國 他說他經濟不好 但是你怎麼看到美國 他的美金貶值 沒有 美金照樣升值 照著你來說 美國如果經濟不好 一直在印鈔票 你鈔票印的越多 你非貶不行啊 他沒有貶 反而生耶 所以你看 可見的美國 他在金融方面 必然 有他的武器 所以 你不用擔心說 中國 會來打台灣 我告訴你 絕對不會打 最近的三年來 中國人已經不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他們開始研究建政法 建政法一個研究 我上次也有說過 這個戰爭法 在2007年 由武漢 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和武漢大學87委 聯合去研究建政法 他們在2009年 也有出一本書 叫戰爭法 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跟我的研究 是一模一樣 為它不同的就是 它這本書裡面 有關台灣的部分 農中無聲 所以我敢說 它有關台灣的部分 中國的學者的研究 和我研究的 已經是一模一樣 所以 中共的中央已經非常清楚 他們永遠不可能拿到台灣 你不用懷疑嗎 你拿到台灣 他就要想什麼 我來買台灣 所以2009年的12月15號 習近平透過美國的安排 跟日本天皇見面15分鐘 習近平他知道 打不了拿不了台灣 我就用買的 國際上就是這樣 可以的 像是美國印第安州 是什麼人的 原來是什麼 是法國的 就是把法國買 像是800萬美金的款 所以你看 世界的土地 不是用政府的 就是用賣 這個政府就是什麼 但是現在國際上要改了 國際上要改 1830年 1840年的時候 開始改變 改變什麼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我可以跟你占領 我將原來的政府 打給牌 但是你一定要扶持當地的人 再來組織一個新的政府 這個新政府剛開始組織的時候 就叫做民政府 政府政府 政府政府政府 叫做民主 民間的事 民事的政府 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真正失敗以後 台灣人 日本失敗就是台灣失敗 所以台灣失敗以後 他在分配佔領裡面 分配佔領裡面 同盟國 給中華民國來台灣佔領 中華民國來佔領台灣的時候 從剛開始他有早起工來 他有兩個組織在台灣 單機 第一個叫做行政長官公署 行政長官公署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民政府 就是中國的台灣民政府 另外一個就是警備總司令部 這是中國的台灣軍事政府 當然他現在已經 軍事政府已經結束了 但是台灣民政府 是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然後在1949年 他在八一後 他改為台灣省政府 台灣省政府 我們台灣人那時候都不知道 建政法 就是對台灣人不錯 本來是行政長官公署 但是你 在座這麼多人 你讀書的時候 你還不覺得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好奇怪 你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跟那時候中國裡面生 就生了 都不一樣 難道那個時候你不會奇怪說 這什麼東東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建政法裡面 他一定要設立的 民政府 所以羅北亞理政會 他要說台灣省政府 要廢省 我像他們在一起都知道 羅北亞怎麼變成黨省 因為美國出來反對 美國說No 台灣省政府 如果去廢掉 我告訴你 這所謂的民政府廢掉 李政會的如意算盤 就是說 要讓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在戰爭法裡就說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如果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這樣 西藏 西藏 他在德蘭沙拉 印度的德蘭沙拉 他就就地合法 東尼 法國流亡在倫敦 他就就地合法 今天倫敦 今天英國變成法國 所以不可能 所以你怎麼用怎麼收 都不可能 我告訴你 中國國民黨 跟中華民國民進黨 他們就是一直在想說 要讓他們就地合法 但是美國一直堅持 要照國際法 所以我們驚慚 台灣民政府 可以經過美國的溫順 變成台灣政府 坦白說 我是老早就已經看到了 因為我們是照國際法 國際法美國不敢違背 而且萬國公法 是美國憲法裡面 跟日本的憲法裡面 強迫規定 當局一定要遵守的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我們這次特別好運 因為1月2號星期三 我們特別 將美國傳達給我們的話 跟各位說 就是 台灣民政府 自即日期 變成名譽為台灣政府 同時 要向美國聯邦單位註冊 我們已經透過日子 向他註冊了 所以以後 如果中華民國 現在在任何所在 宣佈說 他是台灣政府 我們就來美國給他 有人說 你如果不在台灣給他 台灣就台灣當局給他 我美國來給他 他給他給他 要求大筆的賠償 如果賠償 很多錢的時候 各位 台灣政府怎麼會沒錢 有很多錢 所以 我相信兩國以後 這個公文就下來 所以在2月11號 初二的時候 台灣政府 當然現在 我不要跟台灣民政府 怎麼說 台灣政府要不要寫什麼 因為我們還沒有得到那個批文 但是美國主動跟我們說的 就表示說 我們一定會得到這個公文 過去不是真的人 跟我們說 你沒有白紙黑字不算 來 白紙黑字我就給你看 這樣好不好 好 不用拍手嗎 白紙黑字 其實 那個土耳民的 只有白紙黑字 是很奇怪 其實白紙黑字有很多 例如 就這個和平條約 就是白紙黑字 那白紙黑字 他沒有要自己教養 所有台灣的法律和學生 沒有一個學生 就這個和平條約 我的孫子都是台大法律師 他沒有人 我沒有人 我怎麼沒有人 你為什麼說台灣 你台灣地位怎麼講 都是叫他的感情用事 台灣人很害怕就是什麼 感情用事 感情的 我要獨立 我哪裡是台灣 台灣就是我的 各位 如果這句話會先說 你名字的一個人 都黏一間大飯店 去大 是我的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No 對 你沒有所有權狀 所以你要知道 政治上的口號 不代表法理上的真理 真理絕對不變 真理一定會最後會達到成功 就是我們今天 台灣民政府 為兩千塊人 十月二十 還有美國以後 我們得到的很多的結論 所以各位 什麼叫戰爭法 我在這裡強調 因為各位都是高級班的 美國法院的判決 今天我們站得住 而且在我們的歷史地位 在這裡 向美國 美國一定要遵守 因為這五點的判決 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 本來是日本國籍 因為去1945年 四月找日本天皇的教書 在台灣是死亡 你如果是日本國籍 但因為戰爭失敗 日本天皇 就今和平條的第一條的米 他不能從台灣直接管轍 要從他的國殊 國家的事情 來交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來管轍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叫suspend 叫調出來 我在今天你們的工藝裡面 他跟你們說得很清楚 我用一個最簡單普通的詳細 給你了解就是 像一個女兒 他還沒嫁公 這個女兒有負責還是沒有 有啊 怎麼有女兒沒有負責 沒有嘛 一定都有嘛 台灣也是台灣的國籍 台灣的主權的位置在哪裡 他嫁公他後 有可能他的負責會變成他們的負責 台灣的地位跟這個形容是差不多一樣 你還沒嫁公 當然你的負責 仍然在你的原來的地方 你原來的地方 台灣的地位 就是在以前 國際地位還沒決定的以前 就是在原來的地方 所以原來是歸屬在日本天皇 所以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歸屬在日本天皇 我一定要不厭其煩 把各位改遂台灣的地位 這非常重要 你如果不可以了解 這樣一定會參加非常多的誤會 但是了解也不可以了解一半 你如果了解一半 喔 秘書人說我們都會變成日本人 我從來沒有說我們會變成日本人 沒有變成日本人是甚麼人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我們是日本天皇管轄下的台灣人 這是第一點 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的政府 第二點法院的判決 今天我們台灣人 慢慢的會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就是甚麼政府 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就是今天在住 坐在這裡 各位 我們所創造的 各位 農中是台灣歷史裡面的 一位很重要的人 在住各位 可能你不會想到 但是外長跟各位說 你們就是台灣政府 所最重要的一部分人 最少這一部分會有四千個人 美國要求我們訓練四千個人 我們是都其中一份子 各位 你也許現在不敢 但是總有一天 你的怕孫 你知道說你是我們四千個人的其中的一個 他一定會很驕傲 台灣是我們阿公還是我們老婆創建的 這樣有力嗎 有 你不滿意喔 第三點 奔託台灣人 仍然生活在政治煉獄 甚麼叫做政治煉獄 就是今天要讓中國國民黨 讓民進黨去欺騙 去選擇 坦白說 究竟中國國民黨是非常非常聰明 1985年美國的眾議院通過 要求蔣經國一定要成立反對黨 在這種強迫的壓力之下 1986年 政經國同意在他的控制之下 成立的中華民國民進黨 民進黨不負他的眾望 在東中裡面 在台灣決議院裡面 說我們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要求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各位 台灣的財委美金 台灣又是本田龍的土地 怎麼主權獨立 中華民國固然 他有兩塊小島 金門跟媽祖 但雖然他有金門跟媽祖 美國說那個不是國家 那是上代討論的問題 所以 中華民國 尤其是中國國民黨 就想辦法 讓你這些台灣人要選擇 因為上台用高壓的手段 讓你驚訝 用恐怖的手段 白色恐怖讓你驚訝 落後一點甜頭 讓你選擇 選擇選擇 你還要加碼 選擇的人 如果有動算 沒有動算 只得到百分之五以上 有一票都補給你三十塊 政黨的時候 一票給你補給你五十塊 四年都還可以領 各位 台灣如果給這個海市 真的給他海市 所以你如果每一次都說 不要去選 讓他投票率降到百分之五十底下 那時候 他都會跟你說 我如果沒有去選 不然國民黨都會抓了 我經常跟你說 波羅提海三小國 蘇聯和簽名 蘇聯辦總統的選舉 波羅提海兩百萬人民 同時拒絕去投票 結果投票率不到百分之三十 世界公不算 沒有百分之三十投票不算 所以 全世界 就要這個波羅提海三小國 他自己的民政府去基盤總統的選舉 投票率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 這樣了 連蘇聯和簽名的人 都沒辦法 都沉浮 所以 人家在波羅提海三小國建國成功 台灣見面就說自己要建國 自己要獨立 我們來問說 你要獨立 你的母國是什麼人 有人傻傻傻 說中國 人家已經把你掛掉 把你割掉了 掛給別人 哪有中國 好像不算 掛掉好像不算移植 他的腺臟已經掛給你了 你的腺臟 你放在你的身體裡面 已經排四三都解決了 已經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腺臟 我問說這個腺臟上的 還原來那個人 那不通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用得很清楚你就聽了 所以有人見面就說什麼 你阿公為哪裡來 好 准說你阿公為中國來 今天 美國人為英國人 為英國人 所以 人家跟你問英國人 問美國人 核潤就是美國人 晚上 剛才核潤你說 你是英國人也是美國人 你看他聽不懂 他都在笑 但是 一樣的為 台灣人自己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真的台灣人這樣說 台灣就台灣 中國就中國 所以 1月2號 我們要向中國美國條件 我們很客氣 這次 沒有跟你客氣 我們在美國已經正式定義了 美國的FEDER 聯邦 定義說台灣政府 美國生贏 我要定義他說 今年 10月2號 希拉蕊跟國土安全部 宣布台灣護照 免簽證 2012年 2012年 沒有錯啊 去年啊 有沒有說什麼 喔 今天才一月分而已 也不錯啊 你有注意聽耶 也不錯喔 能夠糾正我不容易耶 我頭腦這麼好還可以糾正 開玩笑 開玩笑 我補照來買什麼 我要給他拿出來 給你的拿什麼 護照 來 護照給他們看一看 你們大家都有這本 護照上面什麼 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有沒有 有的人說 有一個世紀叫台灣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台灣是誰咬起來 沉水扁 夭壽啊 咬一個 台灣人突然灰去 他咬下去 有一個國籍 國籍 國籍在什麼 中華民國 各位 我這個給他 印出來 plus 身份證 身份證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各位在座都是只有國民而已 我問你一個事情 國民怎麼可以投票 哪可以投票 你哪讓投票 不是很奇怪嗎 他就跟你騙了 不怪美國跟我說 中華民國是民間組織 我聽一下 我聽一下 公車十秒前 民間組織 我去替民間組織做兵 我還繳稅民間組織 各位 後來你如果要繳稅都繳來我家 我也要民間組織 這是很沒道理 台灣人也是這樣 以前都不知道 但是醫藥你不能再說 再來 再給他plus 我畫兩張 照兩張新台幣 新台幣上面都什麼 中華民國 我問得出來 請問 請問 你怎麼有資格說你是台灣人 你被國際上認定你是 中國人 中華民國中國 所以有很多人海關 美國的海關要過的時候 叫我趴著回來 對不起 你所填的 沒有巨石禀報 很多 現在在美國海關叫我趴著回來 很多 所以會再給他想 我們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拿出來 台灣政府把它封起來 還有一個plus 這個plus 就是要拿出來 留給美國政府 這幾天發一個流球的旅行證件 這張 這是由流球列島 米國民政府 你有看到嗎 米國民政府 米就是美國 這是流球的 美國國民政府在流球 各位 我們現在要討論 就是這份 我們要討論 我想已經有收到 美國要讓我們 變成台灣政府 原因就是 我們把他交以後 第三個月前 申請的旅行證件 快要發給我們 八月份的時候 他也親身跟我趴著 我們現在國防部 跟國務院在討論 我相信他們要有結局 所以一月份 1月21號 我們這個建長 由日本的建長 把它刷在美國 我們要派 我們的代表團 去跟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現在剛才有很多人 另外美國跟美國的國土安全部的部長 要面對面溝通 所以我高級 高級而已 還沒有得到證實 差不多三月四月左右 台灣政府應該 會發旅行證件 同時 免簽證 真正的免簽證 像我們去劉球 日本一樣 買日比日本的時候 都免簽證 當然 那份旅行證件拿到 全世界 等同美國護照 全世界你都可以去 如果有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夾 你也要休息 如果有事 要怎樣 如果有事 你就去找美國大使館 我會要求美國大使館 要設立一個台灣師 處理我們所有人的事情 好不好 好 我相信你以前做夢 你都沒想到這點 但我又說 旅行證件不表示我們是美國人 no 佔領 再說一次 佔領 美國佔領 你說美國什麼時候會撤退 我跟你說 美國絕對不會撤退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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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服 兩萬平的土地做多久 你知道嗎 99年加99年 時間到了還在延續 你敢有 沒有 這是什麼意思 佔領起來 永久了 美國都這樣算 有三個地方這樣算 第一 觀察納莫灣 1898年 美西戰爭 1899年 巴黎條約 從 波多尼克 管道 古巴 跟福利賓 掛給美國 美國 當時要建政的時候 就是利用古巴做藉口 他的國會行動會說 古巴應該自己獨立 授權美國政府去打西班牙 這樣打 很快 那戰爭都沒幾天就結束了 美國的戰爭都不會多久 他很強 好 接著就古巴 他就為了古巴 所以已經過兩年三年 1902年的時候 就讓古巴獨立建國 但是要獨立建國基政 不好意思 這塊土地你要做完 觀察納莫灣 做多久 美國憲法規定 你不可以親占 不可以占 國際要規定 可是沒有規定說 我不可以 承諸你的土地 就不能說永遠 整塊土地都給他做 那是無理的 那叫占而已 所以他只要接 99年加99年 時間到了還可以延續 第一個他沒有違反美國的憲法 第二個他也沒有違反國際法 所以卡輸出是 心裡是也要死 不可奈何 卡輸出 怕你 我不領你美國的租金 沒有關係 我把它存在國際銀行 國際銀行 又是美國開的 利息錢又自己去賺 真的沒有辦法 第二個地方 日本的普天天基地 你記得嗎 日本有一個修上 叫做鳥山 鳥山做修上的時候 他不知道普天天基地 已經做給美國99人加99人 因為佐藤融座去簽 簽了 簽了他今天回去叫日本人 簽的合約是放在印刀 保險箱 到最近這兩三年 因為普天天基地 流教的人一直說 要從美國給他掛出去 美國說 你簽的東西 沒有遵守嗎 美國的代表 美國跟日本說的以前 他被飛機來臺灣 跟我們談判的人 有給我看 他說我要跟日本說 這個東西算不算數 所以 日本有一個修上 跟日本一些人 他說普天天基地的事情 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不如讓琉球獨立算了 那是開玩笑的話 你說不如讓他獨立 坦白講 他可以獨立嗎 不可以 除非日本憲法裡面 有分離條款 如果沒有分離條款 不好意思 你的英文就是要像日本天王的 他的神聖不可分割 都要照國際法來 所以這個 佐藤融座 從這個合約書放在他們家 後來他們家拿出來 所以這個 合約書給鳥山看完 沒有一個禮拜鳥山宣布辭職 落台 因為他在學不會說 你有簽約的東西 要怎麼說不行 所以各位 普天天基地 駐軍只有會減少 而不會離開了 普天天基地 現實是F22 F35 都在那裡 我們台灣 也有三家的F22 你不要看 但你有看到 波爪說笑 青山江在演習的時候 過去演習幾次 你知道嗎 飛機降路 在高速降路降路 在高速降路 這邊演習的時候 那個什麼 萬安演習 降路馬上又抬起 然後那邊你就來不及 結果旁邊 所有的鞋子 都死死去 什麼 瞎音 他的瞎音不僅僅僅 他是速度又非常非常快 你知道F22一隻 可以動F16 三百隻 三隻就改靠了 國台灣放三隻 所以有人說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不表示沒有 你看到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用作例 你不要看魔術 魔術表演 有嗎 有一個人 在那裡坐 我們兩邊撕下 被拼了 被拼了就要不起來 是真的 還打開 人又跑出來 不一定你看到的才是真的 你沒有看到也不表示不是真的 美國讓我們那隻旗 美軍軍事政府佔領旗 你知道 台灣人有很多 尤其是通牌 對我們很質疑 去問美國的有關單位說 那隻旗是有贏 沒有贏 是真的假 對 民政府幾十次就你說 那隻軍事佔領旗 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知道美國 關天旗子的人怎麼說 你們所看到的 雖然我們沒有公佈 不表示沒有 那有漂亮嗎 那真的沒有影響的時候 他就來跟我們告就好了 妨礙美國名譽 沒有 我們去兩千空十年到今天兩三年了 沒有 美國國防部長 11月2號 現在美國 海軍陸戰的旗子 我們在這裡公佈 全世界的蟲軻市 大大至默默默默 那如果假 我們都沒有人幫我們告 這是真的 因為過去電話說 你的白紙黑字在哪裡 美国说我现在不用白纸黑字 有图为证 有旗为证 有图为证是什么 那两条都 有旗为证 那个旗子 现在美国1月2号跟我们说 我们可以成立的upgrade 台湾民政府变成台湾政府 到联邦去登记 美国会来给你承认 同时从今以后 用台湾政府的名义 可以跟美国所有的行政单位联络 各位 这就是美国完全叫我们的判决 美国法院的判决去5点 的第4点 美国行政单位应该主动协助官国 第五点就是美国承认 台湾仍然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 完全都叫5点去走 完全按照这5点去走 所以不必质疑 你外面的人说白纸黑字 他如果再质疑 他如果再质疑下去 我告诉你 我们在这一阵的时候 我们那些人我们会给他转型正义 最后要去设计从头开始 他所设计的学历都做废 白纸黑字嘛 你就含这种逻辑都没有 你怎么配当什么大学的博士 什么硕士 那些学位都取消 都白纸黑的 所以各位 我要跟各位说 你们大家不可以 就是说你们的学历不够 我年纪太大 我们没有办法当官 各位 你们都绝对有主意 因为你们听过法理论書了 对不对 今天重要的是说 我们中央的命令一定是非常清楚 中央的命令就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来指挥 然后我们照做 你不用烦恼说要选举 美国人说过了 参议员不选 众议员让你选 如果要选众议员的时候 我们的办法会不一样 所有要选举的人 要集中住在饭店里面 住饭店里面自己出 你要说什么 政府跟你说 你不拥有宣传员 宣传员是要做什么 现在外面有很多人说 说我要拍位 我要向他问一句话 你看过林智生吗 没有 没有看过我 能够对我批评 因为我这边一听到有够多 台湾民主义高级训练班 一个人要交30万 给林智生 才能做官 各位你们交多少 百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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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听到吗 现在越说越多 我说要赶紧一千六百万 各位 那是很高的 但是不要紧 心头要聊天 所以我经常说 我们所有的生情人 要记得我跟你说一句话 尤其是男孩 两个东西不要去摸 什么东西 钱 10万 当然 没带我可以 但是只有可以一个女朋友 我先跟你说 你不可以很多女朋友 你要女朋友很多要怎么 一个交完再换另外一个 你不能说同时脚踏好几只船 我说家庭生活的和谐 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绝对不允许二男 对不对 对 他们的女孩比较大 才对 我是说这个 拜祭后面 不说保证 美贴 你看美贴六万 现在美贴都 台湾没有重要事情 现在重要事情都是什么 看女明星 男明星的性生活 今天教这个 明天教那个 这个会不会跟那个结婚 很无聊 你不觉得无聊吗 很可恶 我感觉 台湾的地位他都不讨论 跟废姻 人人人母母带两百一十八 他去顾美国 他已经成功了 我们以后再讨论 你不讨论 你不讨论 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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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发现很多事情 现在新闻情有六千多分 对不对 有人拿到新闻情 尤其是 中国生 就是台湾 拿新闻情 身份证 我现在最多的我乘到四驚 那些无聊的 打电话给警察 你不要走 我们不会走 叫警察来 警察现在来 谁打电话报警 你打电话报警 什么事 他们这两个是判乱团体 有证据 什么证据 他们有身份证 拿来我看看 那两个 那两个人 那些人很稳 好看 看看 警察说 这个合法 你报警 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登记 我说实在 我没说假 我真的没说假 已经四驚了 现在四驚 发生以后这些人 哇 那些人 越来越来 是不是我去中途 有狗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华民国人 但是我告诉他 不要直接讨厌 我们不要吃眼前盔 好吗 再试一下 好吗 因为你吃眼前盔 我也救不到你 我们这个黄先生 你黄先生嘛 我们的黄先生 我说他的故事给你们听 当事者在这里最好 对不对 这边去日本 准备 准备海关的时候 三个检察官 两个国安单位 五个人 打下来 诶 诶 大胜真问 你为什么把我挡下来 你是通缉犯 你是叛乱犯 哦 哦 他说 他就没你怕 新闻状 拿出来看 你没找 对啦 找我们的就好了 我跟你说 结果发现什么 名一样 出生的年一样 可是月跟日不一样 开始了 检察官那三个 跟国安那两个 那中头请他吃饭 因为他知道他台湾民政会的人 会出事 因为我跟 小康二就是旅行 旅行社 所以我要把它换掉 竟然他出事 我都属性我都不知道 他回来才跟他说 我如果把我拿去是要怎么 要让他知道 所以我们这次旅行社 我要换掉 他呢 不是只要度缴而已 还要拿去他 检察官 要拿去他 两个检察官那小康 要拿去他 要拿去他 还要拿去的时候 我们这个房间还很有趣 他知道他要来 对吗 听说他在他面前 折叠我们的简章 我们的民政委的简章 给你看 带来给我看 两个检察官那看 他检察官看 看他看 他说 这个没有违法 那有害不 他不好意思 他现在是我们新章手 下次再在三年部 重新路五段25号 对不对 525号 他是重新路五段2525号 他办公室主任 不是說因為他對抗 這裡做辦公室主任 因為會都議工 這裡都做議工 我告訴我們台湾民進府這裡的人 實在說民進黨台獨連民 國民黨都受到沒的 奇怪 這裡的人是怎樣 還有兩三千的人 就自己出錢去受分 我們在辦公室買便宜 都叫人來吃 聽英國沒有人來 所以台湾各位都打個派對不對 我沒有在那邊 你不像人 你去問民進黨台獨連民國民黨的人 他們怎麼想到想不到 那奇怪 我告訴我很厲害 為什麼美國不會跟民進黨講 美國不會跟台獨連民講 美國不會跟國民黨講 因為他們的論述都錯的 是黑白騙 他說台灣是中華民國 你問他 什麼時候台灣這個土地 給你中華民國 你掛給日本的皇帝 當時用這個土地掛給你 建法就跟你說什麼 開羅宣言 宣言不是條約 宣言是什麼 一種的claim 一種的主張而已 主張不是條約 不是依據 所以我常常說禮給各位聽 我身上沒有彩券 我告訴你 我待會去外面買一張彩券 如果就分給你一半 你不要把他相信 那張彩券還要去背 我去買來 對 我也不要分給你 是合法 因為我告訴你 我便沒有那張彩券的所有權 但是我手中已經有一張彩券 跟你說 在你的面貌給你顯 這張如果對 分給你一半 這有尊勝 要給他 法律上就是這樣 可惜台灣人這種場勢很少 沒有這種的邏輯 我都會 台灣人實在說 過去是很老實 自從中國人來以後 都學那個文化 會 幫你會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中國人的教育 空名好聰明 聰明決定 因為他有一個 插船借徵 有一個空乘劑 各位你不要去學 那是聰明嗎 那是欺騙的手段 都騙人的 用騙人 來種作教育 來說他很聰明 你如果說聰明 就要用什麼 愛的醫生 牛頓 這種人才叫做聰明 西方人的聰明就是這樣 中國人的聰明就是欺騙 各位 兩邊的文化 差得太遠 所以 我們後來 要試試就是去中國化 雖然中國共產黨 沒有台南台灣人 是中國國民黨 台南台灣人 我們如果有仇恨 應該是什麼 是國民黨 不是共產黨 我這樣說 現在有人幫我做文章 喔 替共共產黨 宣傳 因為我們這件以後 我們一定會面對 中國 你不能看 我告訴你 和中國 他就知道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會執政 所以 夠怕你為止 雖然 我們兩次 一百五十個 兩百二十個去日本 建國宣傳去參拜 夠怕你為止 沒有批判我們 沒有批評我們 官方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因為他為中國 不敢跟我們批評 我就敢斷定 台灣政府 一定會執政 這個整個邏輯上的推延 就是這樣 有的人不會看 國民黨那裡那麼大 民進黨就沒辦法推翻 你有辦法 民進黨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民進黨 中華民國民進黨 他要推翻中華民國 不可能 全世界沒有一種的憲法 說規定說 他可以消滅他自己 沒有 所以各位 我常說 你們基本上 你們一定要討論 原因在這個地方 新台灣論 我沒有叫你 我有幾十分 我沒有叫你十分 我只跟你說 新台灣論而已 台美關係關鍵報告 那是第一本 第二本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下的台灣 第三本 台灣最終地位 一二三冊 第三冊你不要買 第三冊都英文 因為這個英文的部分 包含就是說 我們美國圍兩千空 六年十月二十 第二次 台風換你 來回十二次的工房 刷牌去 國庭換你十次的工房 最後兩千空高年 八月六號 美國的國務院選擇 放棄抗辯權 導航 國防部 國務院投降 我不要跟你辯 你說的都對 所以 反應說 好 這樣本案 擱置 待審 美國最高法院 在美國的法律制度上 他一年差不多一千驚 到一千五百驚 但是一年他抽籤 抽不到一百驚 我是知道說 我們是故意沒有被抽中 所以美國的參議員 已經有提議說 林志生 定兩百一百驚 抗美國那個案 要快點心拍 所以美國才跟你說 好 合乎三個條件 你們再申請 我美國就判決 哪三個條件 第一 兩百一百驚的名字 很不簡單 本來就是這兩百一百驚 第二 要分年四千名 的人員來接受 原來這個中華民國的賬款 還是這個台灣當局的政權 都四千名不夠 因為 國務今晚兩千三百萬 照度你來算 差不多要有 二十三萬到二十萬 但是如果這情意後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人 現在都是電腦 所以各位你要去電腦 要稍微看 我沒有叫你說都不會 要稍微看 多小看 這也沒有你要 去台灣民政府的官網做錯 這樣有簡單嗎 沒有 有去做錯 要去做錯請你走 注意喔 注意喔 你如果不走錯 手放下 都要去註冊 都要去註冊 我齁 我是一定沒有那個時間 我現在我們的公公員 如果比較多 我叫他說 一個是去店 哪一個有註冊 哪一個沒有註冊 啊如果沒有註冊 取消你看好嗎 好不好 都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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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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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他講 好的鴨匙 這樣而已 沒有鴨匙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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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肯賢 都去黑白鴨匙 說去煮 就都鴨匙 跟你問說 要跟你租銷 他說沒有 賣來不跟你租銷 但你節目 你找那張 這樣如果有主席的人 派著職位 比較高 這樣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舉手 這樣對 這樣就好了 我在說實在 我不開玩笑 我說一次 有朋友開玩笑 我是說這個 因為 下一次 我們的政府 在你們家裡 可以辦公 用網路 所以 我在一直在構想 我們一生意 每一個家庭 都有電腦 有什麼事情 在你們家辦就好了 要申請一個 複集通分 電腦打牌 就有了 你辦一個 許可證 電腦打牌 就有了 就簡單嗎 如果這樣 不用那些人家 給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嚇一半條 你不用擔心 這樣害了 怎麼沒頭髮 不會 這不你四千個都有 有 在這身體又很大 如果申請一半 你申請一半 你申請一半 多兩倍了 國民黨 抓到的時候 那些 說米湯是好聽 說比較難聽 流亡的人 那些 那些 那些款式都拿掉了 你就三倍了 怎麼會沒有 不要多 不要多 不要多多 不要多多 你要做多的工作 沒關係 多多沒關係 雖然要更長 對不對 雖然更長 有利嗎 你賺那些錢 要創什麼 你如果買不去 你每一年 你賺錢 你如果賺錢 都不用錢 你還有一間房 有嗎 十八歲以前都有 對不對 你有一間房 那些東部 高速 高速鐵路 兩年之內 一定要把它完工 那些高速鐵路 把它鎖做 六十站也沒關係 鎖定兩年要完工 我們六十間的 建設共和公司 去做 全台灣都貫通 交通很方便 這樣以後 你就沒有住在房間 住在土地都一樣 海岸線 都開放 讓人家 那不好嗎 我們有那個領力 而且我們要做到 各位 台灣三百十九的鄉頂而已 該在解決319個鄉鎮 都市建設是小兒科 好 我們當時 發出十間的營造槍 大間的營造槍 幾十塊的空地 整個都市街外 地下都 排水道 電燃 都完成 完成 完成以後 整個鄉頂把它包下去 這樣不好嗎 都要你出錢 政府出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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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問好不好 你就拍手 你都高興 就對了 我告訴你 我跟總理跟議員都報告過 我一定要這樣做 我要讓台灣 有一個最美麗的園情 讓所有人都想要來帶台灣 當然啦 那個中國人一定說 這樣我外套 外套沒關係 外套沒關係 你要宣誓效忠 當然你要去學台語 有幾個人不可以批准 馬英九第一個沒有批准 有無償也不批准 雖然他是台灣人 但是他變成中國人 年前是一定的 我講的 年前他們剩兩隻 看他有多少錢 他要換正台幣的時候 特別規定 正台幣就是我們台灣使用的貨幣 原來國民黨在一四九年六月十五 他們印新台幣 真厲害 我們本來有台幣就好了 他就給你印新台幣 用他一塊給你換四萬塊 這台人都知道嗎 知道的手 都有看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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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只要轉型正義 一直輸今年到今日 麻煩 就今年我們要進展的時候 這些時間算上的 通貨膨脹 四十萬換一塊 我們就賺台幣 好嗎 有人會說 這樣會動亂 一塊換我們四萬塊就不會動亂 像我們一塊換四十萬就會動亂 那標準是什麼 你是台灣人 你可以一塊換一塊 你不是台灣人 就要用四十萬人換我們一塊 什麼叫做台灣人 有台灣公民身份證 台灣人身份證的人 才是叫做台灣人 其他的都叫做中國人 這樣好不好 好的 不好意思 農民同意的 那都不是我的主席 各位的主張是這樣 我就跟我們的 議長報告 跟我們的總理報告 議會一定要通過 好不好 議長好不好 議長要投票 議長拍手 他說通過 我們現在是軍政府 所以議長說可以 其他的議員不能反對 反對就把那個議員開除 換人 我們在開玩笑 我們是後來要經過溝通 但是絕對不會投票 我說一次 絕對不投票 最不在我們的台灣基本法 還沒有完成之前 不投票 投票都是假的 他有東山這麼多 我常說 國民黨 他拿名一塊石頭 說這個來做總統好不好 台灣人議長說好的 寫法 投票都給他 要就定了 因為台灣人落土亞民 那校母村 他們校生 校龍賓是 空到不會八千 也照相對 馬英九 頭腦也不好 跟我同學 落地不成 差不多要落地的人 這樣投票 也贏了人八十萬 台灣人敢有聰明 不聰明 真是台灣人不聰明 來 麥酒客 我問你一個問題 坦白說 那次選舉 大阿嬤會叫你請你吃手 都沒有破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高砂組的 有沒有投給他 沒有 他沒有買米酒嗎 沒有 他沒有買一隻豬 讓大家去分嗎 沒有 現在都說沒有 沒有 因為沒有吃到米酒 沒有吃到豬 所以不投票給他 中國拿一億 我們兩億一億 給高金樹莓 有分給你嗎 沒有 你如果有拿你的百度條 我先跟你說 沒有 沒有嗎 沒有嗎 他分給誰 好 我們要把胡錦湯給倒 說高金樹莓沒有給你 你跟高砂組嗎 我說他們沒有拿 他們沒有拿 你給他們發言 真的沒有 沒有 可是他有很多錢 他沒有發給你們嗎 沒有 東部也是一樣 都是高砂組 他只有發到新竹 在座有沒有新竹的高砂組 有嗎 你們有拿到錢 沒有 台灣人喔 蛤 他討回來 他討回來 沒有拿到錢對不對 要討回來 你沒有拿到錢還討回來 跟高金樹莓討回來 人通裡面都有拿到 而且報給胡錦濤 所以各位 胡錦濤很愛台灣對不對 對 對啦 他拿錢給你還不愛台灣嗎 我告訴你 中國最怕的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第一名是高砂組 不是原住民喔 弄清楚喔 他們害怕的是高砂組 而不是害怕原住民喔 所以我告訴高砂組 你們不要被騙 用那個原住民那三年 你就死得很難看 只有高砂組 他很害怕 因為高砂組這個名字 是日本田農送給他 日本田農在21歲的時候 來台灣送給他們 這有一個歷史在裡面 如果用原住民去決定 他會消滅高砂組 差一點和台灣人也叫消滅 台語 我告訴你 說那個沒水準 就要說北京語 他們叫做國語 所以我很清楚 你要講國語 國語是什麼 我們現在你說的這個話 就是國語 我們你說的這個話 就是國語 不是北京話叫國語 不要搞錯 各位 今天我在這個地方 和國語一個約束 自金以後 你不能說大力兩字 一定要說中國 說中國大力也不行 一定要說中國 中國跟台灣兩兵兩國 聽清楚喔 不是一邊一國 兩兵兩國 好嗎 好 如果現在開始 不是說中國說大力要發錢 我如果說大力那兩字 讓你聽到 你一次給我發 我在教你們 你也太貴粉 我如果講那 我如果講那兩個字 一次 給你發一萬塊 一次 你如果講那兩字 一百 發一百塊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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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 我要準備當公 你如果講那兩字 我就叫你 一百塊 你不相信 我不用多久 我就好 但是希望各位 要 要知道這些事情 因為 今天 我們宿舍要拍照 拍照的時候 高砂族 宜花東 還有高雄州 第一次是照相 其他的州呢 第二次 所以高砂族的 宜花東的 宜花東州的 跟高雄州的 等於三點半下課的時候 先不要寬行李 先下樓 比較適合 好 因為他比較遠 所以 那 計程車呢 最好你如果要高鐵 最好到四個人一座 這樣平均起來 錢比較省 錢比較省 其他的州呢 就第二次 因為人比較多 所以分兩個 兩次 各位 訓練整部 兩個事情 你一定要記 第一 你的畢業證書 要找你的州 你拿 第二 你一定要非常 非常感謝各位 所以 來這裡收訓 當時呢 我們的後退出 是兩禮拜一後 的普通班 我們是 二月份 日本的精英 要在台灣收訓 也希望我們台灣 可以讓他們收訓 特別是 如果要說一天 年紀幾歲都沒關係 不管是年紀多少 你會講日文的 你來參加 授訓 四天三夜 同時有一天呢 我們要到南部去 見識 見識 要自己交錢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一向呢 是 使用者付費 這是很公道 使用者付費 今天呢 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不要下課 待會馬上 要畢業式 不要離開 走 走 各位請坐 走 不要離開